最近游戏界发生了两件影响不大不小的事情 都和索尼的PlayStation Network帐号系统有关 以下简称PSN 简单概括就是索尼要求《地狱前屏2》的玩家强制绑定PSN账号 之后被各个玩家喷的取消了这个计划 之后近期准备登陆PC的对马导致魂则是直接在 PSN没有提供服务的一百多个国家全部下架了 所以虽然登陆了Steam 但是如登 这件事情可能很多玩家还处于隔岸关火的状态 《地狱前屏2》和《对马导之魂》都属于二线游戏 小有名气 但是和COD、战地、战神之类的一线大作远不能比 但是虹九今天炮出一个暴论 那就是索尼PSN的这轮推广最终可能导向游戏主机的小网 不废话直接抛观点为索尼画出一幅金蝉脱鞘的路线图 早期目标游戏登陆Steam和Epic 但是强制绑定PSN账号或者没有PSN服务的地区 游戏直接不上架 中期目标推出自己的PC端PS商店 在上面卖的游戏Steam和Epic的抽层就不用交了 移植的战神神秘海域蜘蛛侠等游戏有了更灵活的定价权 远期目标游戏主机直接砍掉 索尼转型电脑游戏平台上 硬件差异可以通过游戏手柄或者串流手柄 蓝光光驱等实现 重心从卖主机转型成卖手柄耳机光驱等等外出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极端 PS5怎么说现在也是几千万的销量 这种产品说砍就砍 红酒你怕不是昏了头 那接下来就说一下为什么游戏主机在现在已经变得越来尴尬了 在PS2PS3时代 玩游戏是先考虑主机 因为很多独占游戏电脑干脆就玩不到 而且当初游戏开发者对待游戏移植电脑 不少都比较敷衍 举个例子 生化危机早年的电脑移植板 用键鼠操作相当抽象 远没有手柄方便 最后 主机OG移植到PC之后往往没有画面提升 除了分辨率可能比主机板高之或爱 画面特效 贴图模型都是以主机板为准 众生平等 自从PS4 XBOX1世代以来 游戏主机就从神经的PCC上位者 变成了PC的廉价备学 选择主机是因为它相比 PC能在价格性能应用性上取个最平衡的点 买回来就这价 下好游戏或者准备好光碟 点进去就能玩 但是除了少量独占游戏之外 电脑玩家如果有充足的预算 购买更强的硬件 那么分辨率 画面特效 帧数等各方面 都可以由玩家自己决定 很多游戏当PS4 XBOX还是30帧上下挣扎 甚至掉帧的时候 高配电脑60帧 甚至144人跑得飞起 又因为PS4 PS5 XBOX1和XBOX Series 都是X86架构 很多厂商为了 凑一份老平台的装机量优势 明明是PS5都跑得费劲的游戏 强行推出PS4版本 说的就是你 赛博朋克2077 最后的画面堪称灾难 索尼推出了PS4 Pro 微软推出了Xbox One X 但是最终 它们在家族中的销量并不大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大部分游戏平台 都采用X86架构的今天 游戏主机的配置 已经变得不够灵活 第二个问题就是成本 主机开发需要大量的成本 甚至于索尼微软 为了各自争夺市场占有率 主机上市出几乎都是亏本卖的 要依靠长尾效应到几年之后 才能慢慢领盈利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两家还要不停的降价 微软财大气熟 甚至推出XGP 西瓜皮 就是硬亏 只要能在PS5手底下活下来 先不考虑赚一赚钱的事情 那索尼不能这么做啊 所以为了保证找点盈利 索尼主机的商店就要对转件进行抽成 连机还要开会员 补贴硬件的亏准 如果游戏要推出光碟版 光碟的成本还需要厂商另外承担 相信很多主机玩家都发现 PSN商店打折的幅度和游戏数量 都远不如Steam或者Epic 这些PC游戏商店 往往Steam都打折了 PSN可能不打折 或者日服打折 港服没打折 是因为PSN硬件的成本 玩家自己交给英特尔、AMD、英伟达去了 游戏商店没有任何硬件负担 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存 游戏主机在游戏价格上也不够灵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消费方式的变化 在Xbox诞生之初 微软曾经把PC和Xbox视为两个物种 Xbox是和索尼PS游戏机直接冲突的 目的是为了占领用户的客厅的 而电脑则是多功能的 游戏是电脑负担的功能之一 但是最近几年微软的想法产生了变化 Xbox和Windows电脑 不都是我微软的产品吗 谁赢谁输不都是肉烂在锅里 自从智能手机诞成以来 甚至于PC都在受移动设备的影响 虽然现在安卓游戏还是原神 激动 iOS移植一个万年前主机电脑就完烂的生化危机 就让苹果激动的大呼小叫 但是未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在Windows系统的大局面前 谁还有控管Xbox的独立性呢 所以Xbox的独占游戏全部移植PC 甚至推出了XGP订阅制服务 所以微软的终极目标是将Xbox同化成Windows系统的一个部分 维护Windows系统甚至DeerianX的竞争力 由于没有独占 Xbox One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没有破解价值的主机 是的 直到今天Xbox One都没有被破解玩不了盗版 但是对于盗版玩家来说也没必要啊 直接上电脑玩电脑破解版还省得去给Xbox刷机折腾升级呢 Xbox背后靠的是Windows系统 PS5背后靠的是什么 Xperia手机吗 Alpha无反相机吗 所以对于Sony来说 游戏主机在生态上也是不够灵活 因此Sony的目标现在很明确 就是赚钱不赚钱的东西全部砍掉 关闭了不少工作室 独占也陆续登陆PC 现在计划绑定PSN也是重心向电脑端转移的一环 甚至可以说Sony的第一方第二方游戏如果在PC上竞争力有限的话 我还可以脚踏两条船啊 Windows和MacOS并重啊 现在MacOS的游戏生态遥遥落后 一个生化维基8和生化维基4存置版 就能让苹果在发布会上激动万分 让索尼拉苹果一把 以理来详 人不是封猴之位 国安民乐 岂不美哉 那么以上只是我个人一种看法 可能比较低端 可能索尼只是打算在PC上开源 并没有激进到直接放弃主机的程度 但无论如何 自家游戏强制绑定PSN这件事 确实就像是现在这些欧美索尼员工一切向前看的风格 无论怎么讲 2024年的今天 PC和游戏主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 再不能回到过去老玩家们所熟悉的生态了 即便是看似处在桃花源里的Switch 事实上也有很多游戏可以和PC跨平台联机 那么各位觉得索尼强制PSN捆绑游戏这件事情 亦遇何为 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都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如果喜欢求知识求务理就会关注 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请一件 很多观众私信我说 那个预约的 显示器发展史DLC已经预约了好几年了 什么时候把这个坑填上 最近我打算就这个显示器 结合我自己最新的一些环境出个视频 把这个坑填上 大家敬请期待吧 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平台弹幕六连 走起来 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 QQ群也欢迎加入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